每次出去玩 是不是都在煩惱說 要送什麼伴手禮給親家朋友 今天我們就要介紹給鄉親 新甸和高雄 好吃又出別的伴手禮 想要知道更多前菜的內容 可以上YouTube搜尋愛台灣頻道 所以這個是 就是柿子的果肉 好好吃喔 想要吃嗎 來就對了 來就對了 你看過用伴手禮做的伴手禮 新甸和新甸的伴手禮 為伴手禮、伴手禮和伴手禮 各種伴手禮做的美食 在這裡都吃得對 吃飽後還可以到新甸、釋蘭、工作坊 兴充優柔的釋蘭商品 才用藤人妮料的工法製作 為伴手禮增添運動和電影製食 那一樣也是順順團團製作的 還有這間為在高雄紅色的插三櫃 我們真的只有高古早在吹高庭 現在的人幾乎沒有吹高庭 三、四櫃可能就離不去了 要做到高庭太久 因為我高庭要用高庭的時間 我四邊我只有四邊的時間 所以那個時間差了一倍以上 製作過程很複雜的高庭 正好要經過高庭出手 但要兩點鐘的時間 才能做出Q彈的口感 第三代老闆油和好 團身阿公的手禮和精神 那更是出甲製作 進到甘久、天然的食材 甚至要等分和農民簽結作 確保穩定的回緩和安全食材 讓每一位夠客人都可以吃了美麗更安心 想要知道更多精彩的理由 請在每禮拜四 會播四點的愛台灣YouTube頻道 大中華新聞中華報道